好 來關心我們南台灣的災情 屏東霧台山區昨天因為豪雨的關係 造成了臺24縣35公里處有落實貪方的情況 導致了有4個部落300多人受困 不過就在今天上午的搶修的工作 已經達成了單線通車 而入夜之後的現在 清除的工作又有新的進展 已經能夠雙線通車 而通往大五部落的2號便橋 在今天下午3點左右 也搭建好了簡易的航管 上向臺24縣都OK 都清除了 那是那個都可以的 雙線都可以的 兩台車可以直接直接這樣過 對對對 天下午3點多鐘 這個航管是 反正今天今天有可以通過 那明天怎麼樣不知道 因為水還是很大 好 舞台相場表示 是大午春的2號便橋 雖然日前遭到土石流的沖毀 不過搶修人員趁著今天雨勢趨緩 在下午3點左右完成了 航管的搭建 而目前是可以通行的 但是只限四輪傳動的車子來行駛 而這幾天的天氣還是很不穩定 只要一有大雨 這個航管便到 還是有被沖毀的可能性 所以呼籲民眾盡量不要貿然的前往山區 然後閃 上午5點 然後就好 這個櫻子 可以接著 這一個 我們可以接著